为什么你的产能可以输出 我的产能不能输出呢 美国的军工产业去年的销售额 达到2300多亿美元 对吧 也就是1.5万亿的人民币差不多 你这是不是叫输出过程产能呢 对 你美国种植的大豆 是吧 30%多是销往中国市场的 你这是不是叫输出过程产能呢 过去的正常的贸易被你戴上一个输出过程产能的帽子 你是不是要反省一下自己 你哪些产能是输出了的呢 是美国市场用不完 然后拿到其他国家去销售 就叫过程产能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典型的双标 而且它也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 这就是民族的双标 你对这种双标 有点免贸易的帽子 是不信任的帽子 我认识不信任的帽子